哈囉各位MKC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有沒有覺得今天我在這個地方怪怪的 沒關係如果你剛剛有看完我們的APO介紹 你會發現我就是來這個場景 那你會發現說 剛剛一西裝壁挺 變成現在這樣很Cajul很難接受的話 那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啊 因為APO不是只有這麼嚴肅的 綠色農業啊或是我們的智慧製造 接著我們可以談談比較輕鬆的 我們來談談服務業未來該怎麼玩好了 其實說輕鬆嘛其實今天議題纏得有點殘酷 因為我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是 面對AI的時代啊 你小型的那些服務業者 尤其是餐飲服務業者 你該怎麼來生存 最近呢不要說是雜誌啊或媒體 連政府都什麼 一股腦在跟你談什麼 談一堆未來世界AI一定會很重要啊 然後未來世界會到處充滿的 機器人這些東西啊 那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這個世界始終要來 但是對中小型的服務業者來說 尤其現在小業者來說 這些東西你會覺得離你好遠喔 所以其實我要告訴你 AI這個時代對你的意義不是告訴你說 我要趕快跟上去弄一堆機器來讓我的 店裡面充滿了AI設備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要去理解到說 所謂的AI時代 是一個 你的環境中可能會充滿的數據 然後 你的所有的服務 你的所有的設備 都會跟 數據做連結的一個時代 那在進入這個時代之前呢 我跟各位談一下好了 根據我們去年一年來對中小器業者的訪談 我們發現 現在的中小器業 尤其是做餐飲的呢 通常對AI有下面幾種看法 就是 我很 我覺得AI IoT這種東西 離我好遠喔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我抗拒你 我覺得 他是假的 他以後不會這樣子 這是第一種 完全抗拒的 第二種是 我覺得他以後跟應該是很有用 但是 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要怎麼用他 那第三種是 我已經準備好面對了 我也知道以後要做什麼了 但很不幸的 我小企業嘛 我小店家 我就是沒有錢 沒有資源 上述這兩點呢 除了 第三點之外 好那真的是美姐 那真的是天缺 可是現在 前面的一第一點 那第二點都是怎麼樣 只要你願意多花一點時間了解 或多花一點時間去看看這個世界 你都可以很快的跟上知道說 未來AI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你以及這些東西 怎麼應用在你的 企業裡面 或是應用在你的事業之中 那至於第三點 其實現在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補助資源 那我想呢 在教訓下 大家應該不愁 政府未來這樣 後續的加碼應該會持續增加 好那 既然環境有了 也知道說政府 我們資源也有了 那接下來 談談最核心的事情 那 那小型的餐飲或零收衛生 我到底該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請你 把 管理或是經營的事情 能通通給AI做 通通讓他給AI 你把你的時間什麼 你把你的時間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你服務的提供 或是你產品的創新上面 簡單說就讓管理的歸管理 創作的歸創作 因為未來的時代裡面 有很多的工具 其實不用走到未來 現在就有很多工具 你經營裡面的產銷 人發財 過去你全部都要看 現在呢 你會發現說 有一大堆的工具 可以幫你把這產銷人發財進行工具 全部把時間來壓縮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最近 盛銷城上的iTube 他從Post系統到點餐 全部把你包了 那 有這樣的之後你就不用 有這樣的東西 你就不用再花時間在管理的 管理的細節上 反而未來呢 你要習慣的是 從什麼 盯整個流程變成什麼 來盯那些 重點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 你的產品啊 你如果是 餐廳你就想辦法開新菜啊 如果你是零售 想辦法開新產品啊 怎麼樣讓顧客在你整體的 服務過程中 感覺到什麼 感覺到 物超所值 這個 要花時間去想 所以說 你該把其他時間 那些管理所 細節通通什麼 交給 電腦軟體 或是AI工具來處理 然後 你把腦子 花在什麼 理解客戶的心 理解客戶的價值觀 這些 這是第1步驟 你要改變這個習慣 那第2件事情呢 就是 你要習慣怎麼樣 來閱讀數據 閱讀數據幹嘛呢 閱讀數據然後 創造出更多 可以被顧客買單 或是更具 讓他更承認這些有價值的 服務或產品 所以 承襲第1階段 你用那麼多 的那個 新的設備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 你現在手上 有一堆數據了 那你要會解讀啊 那會解讀不是說 趕快去研究 統計方法 不是喔 會解讀是 你要能理解 這些數據代表著什麼意思 以及呢 那更重要的 這些數據 他通常不完美 他需要和什麼配合 和你 人 在服務過程中 對當場的觀察 配合 來收取數據 所以你可以從前面那些數據面得到 的這些 顧客的 顧客的來的頻率啊 那流程中 的 流程中他到底哪 就會 容易出問題 這些東西 那得到這些數據之後 有一些東西是沒辦法把你收集的 例如 顧客的心情 例如現在外面的天氣 例如 顧客 他到底是 現在有什麼 突發槓帶了多少人來 這是你沒辦法預先收集的 所以在第二階段你要收 你要學 把這些你已經拿到的數據 和顧客當下行為來做什麼 來做關聯 把它揉合在一起 然後呢 當這些資料 有了之後 你可以回饋到 由這些資料中解讀出 顧客到底要什麼東西 他在什麼環境下 他需要什麼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有更 多的機會 創造出顧客接受的服務 好那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 承襲上面兩個步驟 你想好了 也收集資料了 甚至創作出來的 這時候 服務最終怎麼樣 還是要落實到顧客身上 所以第三個要跟大家講是 你要創造什麼 更多與顧客接觸的機會 那聽到這裡或許會想說 我知道我知道 你要跟我說 現在好多什麼 好多那個通訊軟件啊 好多什麼社群軟體 我可以有很多跟顧客接觸到的地方 不不不 不是跟你講這個 我是 要讓各位知道說 服務啊其實是一種價值交換 那 價值交換不是交易喔 各位要弄清楚 價值交換就是 所有的互動過程 就是 與顧客互動都是一種什麼 都是一種價值交換的機會 那剛才所提的這些工具呢 未來是讓你有什麼 讓你有更多延伸跟顧客接觸的機會 這些接觸的機會是要你 不是把你訊息傳給客戶 那個叫單向式 而是要你模擬什麼 透過這些東西模擬 跟顧客面對面接觸的時候怎麼樣做得更好 舉例來說 你不要再用LINE一直傳什麼 我今天東西有多便宜 我今天有什麼新菜色 不要再傳這些東西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跟顧客 詢問 你最近 什麼時候會來 然後想要 吃些什麼東西 或是想要買些什麼東西 我可以幫你預前做準備 你看看 這是 想像如果在客戶還沒來店裡面之前 你在什麼 你在 預先了解他店裡面所要想用的服務的過程 這是加深對各顧客的理解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在賣 而不是在賣一堆強迫推銷這些東西 所以你要理解說 這些所謂的 增加對 顧客接觸的管道 是在增加對客戶服務提供的機會 以及 幫他多想一些服務過程中 可以多做一些的細節 這才是未來所謂的 對顧客增加服務機會的真 的真諦 而在 未來呢 除了這些以外 你不只 經營者自己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授權一些 你下面的員工 讓他在什麼 不損害 店家利益的前提下 讓他多經 多經營 一些這些 這些虛擬接觸點 簡單的說就是要讓顧客怎麼樣 在以後在你店裡面盡量不要感覺來 是我在進行交易 而且對這種小企業來說 你一個最大的好處 從前面講到現在 你可能會認為說 我要做那麼多數據 我會很累 不是喔 小企業你想想看你的存活狀態 不是那一家企業 你只要掌握什麼 掌握 特定的顧客 就小範圍的顧客 就好 那這些小範圍的顧客 你去深入理解 他讓他變成什麼 那變成你的什麼 營業的機盤 然後再慢慢怎麼樣 從這些 顧客中找出什麼 有差異化數據 理解說這些顧客到底 什麼時候會改變 他的改變是往哪個方向走 他會 朝跟什麼 情境元素連結 所以呢 就幫各位做一個總結 未來的時代就是 你善用 AI 這些工具 怎麼樣 來幫你處理固定的事物 然後呢 把這些空出來的時間 你做更多的事情去了解 顧客 在這個價值 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 利用這些工具來創造什麼 創造你更多的服務價值 那最後各位要提醒一點 就是 未來勢必不可避免的 你會面臨到很多工具需求 但是你不要去想說 要一個Total solution 未來你進入到這些工具的成本 會越來越低 但是這些工具 一定會不完美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可能會有一些 自制的格式 那你可以做的是 用 半自動的方式 你手工 手工記錄啊 或是你開另外一個Excel檔來記錄 顧客一些資料 用這兩者連結起來 我想呢 這樣才是一個中小 尤其是小型服務業 為了你的生存太陽 在未來 你越能越快的跟顧客保持 更緊密的接觸 越快的能創造顧客所想要的價值 你才能抓得住顧客 而且呢 不是危言聳聽 因為當別人都在這樣做的時候 你不這樣做 你就會失去你的顧客 所以期望今天的這些資訊能幫助 你先構思你未來 要怎麼樣生存下去的藍圖 好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